文术要聊军,编书瞧瞧,图片来源网络,图文无关,医生的推断,让妈妈很受悔,小小年纪怎么会得甚结实呢? 医生在询问妈妈一些孩子的饮食习惯后推断,都因妈妈太过宠溺孩子了。 原来,作为独生子的寒寒,家人当然是日落长上明珠,从小就格外的宠溺, 不只是要什么玩具都会满足,吃得上面更是不含糊。 肉啊,奶粉啊,不间断,医生推断,主要原因应该出在饮食上,糖、蛋白或者脂肪摄入过量导致, 比如说宝宝吃肉多却不爱吃蔬菜,肉的脂肪含量又很高,脂肪会减少肠道中可结合的干, 增加草酸盐的吸收,从而加速肾结石的形成。 另外,妈妈一直保留了一个习惯用矿泉水冲奶粉, 由于矿泉水的矿物质含量也多,长期饮用,也会对肾保存负担。 正解释,只要是卫生条件合格的纯净水就行,矿物质含量太高的水反而不好, 补钙补过头,小心肾结石,很多人认为钙越多越好, 其实并不是每个孩子都需要补钙,只有在医生确诊后判定为缺带,才需额外补钙, 如果过多的话也是会对孩子的身体造成伤害, 首先就是容易引发宝宝便利,其次,补钙过量,鞋带含量会增加, 鸟带浓度也会涨高,又发肾结石。 最后,宝宝该制超标的话,才会导致润骨或早盖化, 前期满过早闭合,制约宝宝大脑的发育,骨猴也会加速盖化, 最终影响孩子的身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报文TT6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